有贵客来了也不通知我一声 今天晚上我要是要好好地招待他 于是晚上大摆盛宴 为老猪接风洗尘 过程中一个接一个的小姨子给老猪敬酒 老猪实在是不胜酒意 忽然一个人闯入大厨 丑得直接打死 女的则是留下无语 看见小姨子被人欺负 老猪此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恍惚之中 他看见男子走向了自己的挚爱一帽 不知过了多久 老猪清醒了 只能看见被侮辱的小姨子 看不到心上人一帽 爹爹他被小姨老要抢走了 为了救出新上人 他们来到一处破门 老猪也不分三七二十九 当头一剑劈开妖怪精神 妖怪终于现身 老猪赶紧询问一梦的下文 可是妖怪完全不知一梦是哪个屌文 两个小姨子也是极脾气 你们拼了 看见小姨子都逃了 老猪也加入战局 但是仍然不是对手 千军一发之计 光剑富庆 妖怪至此都不明白 此刻门外传来笑声 竟然又走了一个妖怪 他身形一转 竟然变回了姥姥 原来这一切都是姥姥做的剧 他知道老猪命属至阳至高 只要用他的血 就可以破除守护神的金刚不坏之身 再吃掉守护神的身体修炼 假以时日就可以破坏而死 统一三界 守护神最终被杀 老猪也被关押起来 大圣而归的妖魔开始群魔乱 姥梦却深深地陷入了自责之中 宴会之后 姥梦来到地牢 杀死守卫解救老猪 他要帮老猪逃走 可是和尚给的法人被姥姥收走 于是他们驱找回法人 恰巧遇到姥姥派来的人 老猪被带到了姥姥房内 姥梦和妹妹趁机一起前往 以伺候姥姥为由偷偷拿走法人 而老猪就享福了 姥姥对老猪就来了一场小桶花课堂脚 姥梦故意杀死几人士王 制造混乱引开姥姥 借机掳走老猪 就在通往现实世界的隧道里 姥姥突然杀到 而约定好的十二个小时也到 老猪终于返回了现实 而姥梦被姥姥拽回了魔景 但是由于之前被画中的守护神所上 老猪一直昏迷不醒 需借助阴阳调和才能救活老猪 这也碎了丝丝的心念 于是和尚又开启了小桶花课堂讲座 经过一番交流心得 又来了一场彩音补羊的大戏 此处又要省略三十分钟 课间休息时 昏迷中的老猪还是想念一梦的福岛 妈 你不要离开我